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界面二极体的端点特性 那端点特性在这里就是它电流电压的关系 那我们知道在顺偏的时候 我们讲理想的二极体只要顺偏它就倒偷 是短路 那实际上的二极体其实它会有一个压降 比如它大概在0.5V的时候切入了 那一般的导通电流的情形下 它的电压大概是0.7V 所以一个比较简单的近视 你就可以假设怎样 它导通就是两端的电压 大概0.7V之后就导通 那导通之后它的压降就固定在0.7V 那反偏的时候 它电流也不完全为0 也就是它会有一个反向饱和电流 那这反向饱和电流 依据我们前面二极体 讲元件物理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推导出来它的电流电压关系式 以后你的ID电流会是IS-Exponential V除以NVt-1 那这是它的电流电压关系式 所以当你的V比NVt要负很多的时候 以后它的负质的大小比NVt大很多的时候 这一项可以几乎忽略为0 那这时候你的电流就等于多少负的IS 那这就是反向饱和电流 那实际上的反向饱和电流其实会比 这个公式里面的IS还要来的大 那主要是因为反向饱和电流 其实它会包含的蛮多的成分是在 就是你的半导体界面的地方会有很多漏电流 那主要是包含那些漏电流 所以相对的真正的反向饱和电流 其实你在规则书上看的会比这个来的大很多 那当我的电压一直在增加的时候 最后二极体还是会崩溃 那它崩溃的机制我们有讲过吗 有两种一个是基纳一个是累胀 那进入崩溃之后 你如果电流的消耗功率并不是太高 因为你的功率消耗在它的容许的范围里面 那这个会是可逆的 所谓可逆就是怎样 你在把它反变电压回来之后 它还是怎样一个二极体的特性 那相对的你如果超过它的功率消耗 那它可能就会烧毁掉 那就会是无主性的破坏 那一般我们会假设它进入崩溃区的话 会有一个最低的一个电压 就是它的NICRENT 就是负的VCK 那相对的在这一点对应到的电流就是ICK 你的基纳二极体进入崩溃之后 如果它的电流大于ICK以上 那我们就把它试做 它几乎是在一个固定电压的一个电压形形 所以在这里经由上面那些区域 我们可以把它分做这几个工作区 一个是顺偏 那顺偏就是大于0.7V之后 你就把它固定大一架 假设它是一个固定压架 那反偏的时候就是反向宝核电流 那一旦你的反偏电压比负的VCK大的时候 那它就会怎样 hold在负VCK的地方 那一样它那里流过的电流大小 就由外部的这些电子来确定 好 那它的电流电压关系是可以用这个势子来表示 那这个势子其实 理论上来讲啊 就是不管我的电压是顺偏反偏 其实这个势子都可以用 那在我们应用上你如果怎样 要得到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电流 那它的Cut-in voltage大概在0.5V以上 那一般全导通的时候 它会是0.6到0.8之间 就是看它的两端的参查的心血 所以一般我们都假设怎样 一个0.7V的压降 那在这边的IP关系是IS exponential V除以MVT减掉E 那VT在这里就是Cut-in voltage KT除以Q 那KT除以Q如果是在 变子学这部分的 应用的时候 在这本书它都假设它是25mV 那用25mV主要就是怎样 它是100的1分之1 所以你在计算上比较好计算 那如果在虽然原件物理那边的参数的时候 通常会用25.9mmV 在这里的话 这个差0.9其实会差蛮大的 你算出来的数值会有蛮大的差异 那KT用过Q 这里的K就是波式范常数 那实际上是8.62x10-5 一不一分K 还是1.38x10-23次方交额 每K 那T对应到的就是绝对温度 那Q是一个电子的电荷量 就是1.6x10-19次方处 好 那这个电流电压关系是 它随温度的变化情形 大概可以用 这样的 式子来描述 我温度每增加 1度C的时候 那我如果是在订电流的情形下 那它的 偏压大概会下降 2mV 所以它的温度系数会是 Full mV每度C 那从这式子我们去看 你温度增加的时候 VT会增加 那VT增加这一项 其实是会下降一些 但是这里面这个IS的量 它随温度变化的情形 比这个还要来得大 随温度改变的时候 这一项它会增加的很多 所以整体上来看 它的total效应是怎样 温度增加的时候 你电流会增加 所以相对的 我如果是在固定电流的情形下的话 它大概是这样 每增加一度C 会下降2mV 那如果是在固定电压的情形下 那大概每增加5度C 它的电流会double一倍 以后IS的部分 主要就是看IS的部分 那IS 每增加5度C 它会double 以后每增加5度C 那IS它就会变成原来的两倍 好 现在有没有问题 好 那如果是反偏的时候 当V小于0的时候 I大概等于负的IS 那负的IS 其实它的量很小 那我们讲过 真正的 反向的饱和电流 其实是有很多是表面的漏电流 那表面的漏电流 它的温度特性 其实会跟IS的电流不一样 如果是真的是IS的电流 那它其实是怎样 会是每增加5度C 那会增加一倍 但是如果是反向的电流 因为它主要会有表面的漏电流的成分 那漏电流的成分 这个会比 理想的这个 真正的IS要大很多 所以它主要的成分是反向的漏电流 就表面的漏电流 那这个漏电流 它随温度的系数是这样 它是每增加10度C Table 现在有听得懂这两个的差异 如果我们用的公式 IS exponential V 除以NVT-1 这个IS是理想的反向 饱和电流 那这一项它其实是怎样 5度C 就是增加5度C 它会量 Table 那你真正去量二极体的反向电流 那这个反向电流 其实它主要的成分会是表面的漏电流 好 那表面的漏电流 它会是 每10度C Double 它的温度系数其实没有IS这么敏感 就一个是每增加5度C会增倍 那 实际上你量到了反向电流 其实它有很多成分是表面的漏电流 那表面漏电流这部分它的特性是 每增加10度C会增倍 好 那当工作在崩溃区的时候 也就是你家的电压如果比负VGK的值 还要来的小的时候 只要怎样 你的反向电流会 会大量的增加了 那相对的你的 电压 几乎就是固定在 负VGK这个值 那相对的这变化就很小 所以 这时候的话 你也可以把这个基纳二极体拿来当作一个滚压器用 哎呦 你的电压就固定 会是怎样 在滚溃电压那附近 好 那二极体的顺向特性的模型 那在这里可以有三个 就是 本身 如果用完整的式子 id是is exponential vt除以vt 那这也是假设n等一 所以这样的话 你的 分析上 一个可以这样 如果用这样完整的式子去做 那你可以用 做图分析 那做图分析 其实相对的得到的准确度不高 另外一个可以用迭代的方式 那迭代的方式 当然你可以得到蛮准的值 就是 看你什么时候决定它是收敛 那spice的话 一样会是用这样完整的模型去模拟 那为了加快分析的速度 就是我们如果只需要一个怎样 近似的解 知道它的趋势跟特性 那你可以用近似的模型 那近似的模型 你可以用电电压的模型 还是理想二级体的模型 还是电电压再加上动态电阻 好 那画图法相对的就是把这两个的 relation把它画出来 一个是二级体的电流电压关系式 那一个是电阻的电流电压关系式 那这两个的焦点对应到的就是你的减 好那用迭代的方法通常就是你假设一个VD 那去算ID多少 那由ID再去求出新的VD 就是你先假设一个ID去求 先假设一个VD去求ID 那ID算出来之后 怎样 待会来算VD 那当然在这里迭代的过程 它会透过刚才那两个方程式去做运算 下面这里应该有一个例子 刚才的那个图 假设VDD等于5V 电阻是1kΩ 那二级体呢 它1mA的时候 VD的压降是0.7V 所以一开始假设VD等于0.7V 那VD等于0.7V 我们由电阻的电流电压关系式 它的电流会是VDD减掉0.7 就是二级体的电压在处理它的电阻值 所以这样你得到怎样 电流 那由这个电流再带到二级体的电流电压关系式里面 你会得到一个新的电压 那这个新的电压怎样 再带一次 你会又得到下一个新的电压 那 一般来讲 看它的受斂性好快的 那你这样的例子 其实它的受斂性不会太差 因为你看你假设0.7 那出来是0.738 那你0.738再带一次 出来还是0.738 就是你有效位数如果不是取得很精密 那即使这样 我迭代一次出来就正确了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得到 ID电流大概是4.262mA 那VD等于0.738 那SPICE模拟当然就是你把它的Model建进去 那直接怎样 让它跑 16分析就可以得到 那近视的模型 一个是用怎样固定电压的形式 以后我假设它固定电压的压枪就是0.738 所以用0.738你得到怎样 VD0.7 那像这个ID是多少 4.3mA 就刚才算的 那另外你也可以用怎样 小线道模型 因为你用定电压再加上一个动态电阻的方式 那这个通常你就是选择一个偏压点 那这偏压点的话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怎样 这个是理想的IP曲线 那在这偏压点它的斜率就是 就是在这个电压附近 我电压增加的时候电流增加的一个 趋势是怎样 那你这部分的特性 你可以把它拿来模拟这个二极体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是用这条曲线来模拟 你二极体这附近的变化情形 那相对的怎样 越大它的差异可能就会越大 它的差异可能就会越大 好所以这样的话你的二极体它就变成一个 怎样 VD0再加上一个R 就是VD的压降 二极体的压降会是一个VD0 再加上一个RD乘以ID 那这RDID对应到的就是刚才的 这个斜率的导数 RD是它斜率的导数 就是去模拟这条 蓝色 就是把本来非线性 现在用一个线性的关系把它模拟出来 好那这个一样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那这是一个纹压器 那假设在这里我现在用一个二极体 来当纹压器的一个元件 那在这边我若串三个二极体 那用来当作提供一个怎样 2.1V的一个硬电压 那假设我的电源 电压会有正部10%的改变 那这时候你对应到电源电压 就是你的输出电压 它的一个改变是多少 那第二个是我如果解释上一个1K5的一个电阻的时候 那这时候对应到电源电压的改变是怎样 就是你的输出电压改变是怎样 好那这个电路是像这个样子 我现在正常是一个10V 那它会有10%的一个误差 所以它是10加点1V的这样的一个变压 那串一个1KΩ的电阻 那下面串三个二极体 来提供2.1V 这样的一个压降 用二极体来当人家的一个元件 好那如果没有负载的时候 我们如果假设两端的电压是多少 就一个二极体 0.7V嘛 所以三个二极体算起来就2.1V 所以这样的话 你的电阻流过的电流就是电源电压减掉2.1V 再除以它的电阻值1KΩ 所以这样得到是7.9mA 那7.9mA 我们看在这个PIR形形下 它的电阻值RD 会是VT再除以ID 那这个式子主要是由刚才的 由ID等于IS exponentialV除以VT-1来的 那顺便的时候减一这个忽略掉 所以这时候你的DID-V DID-V你可以得到 它会是VT分之ID 那这个的导数就是怎样 RD 那导数过来的话就变成怎样 VT除以ID 那VT是25mV ID是7.9mA 所以它的动态电阻就等于多少 就是它的小讯号电阻是3.2Ω 好 那我如果有正负1V的变运化 也有我的电源电压有2V的改变 那2V的改变 相对的你看小讯号的时候 就把直流拿掉 那看小讯号的部分 现在上面还是R 那下面这里用3个RD小讯号电阻来取代 所以相对的这里有2V的改变的时候 这里的电压有多少的改变 那就是2再乘以3RD加RV是3RD 所以是多少 19mV 然后本来它有多少10%的一个变化 电源电压有10%的变化 那现在你的输出电压有多少变化 那刚才是正负10% 有正负 那我们如果用正负的话 你现在是19mV就除以2 所以它会有正负9.5mV的改变 那你的电源电压是多少 2.1V 这是2.1 那这个假设是多少 10mV好了 所以这个近视起来大概剩下多少 2.1% 大概是2.1% 是不是 2.1V那这个是10mV 所以是2.1% 所以相对的你只有多少 0.5%的改变 因为本来你的电源电压有10%的变化 但是你纹压的输出 其实它的变化是有0.5%而已 所以相对的 它的确是提供蛮不错的一个纹压效果 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 假设现在我接上一个1kΩ的电阻接过来 然后这里我再串一个1kΩ的电阻 那这边的算法就是 本来我有正常的电流流过来 那我接上负载之后 就是我有电流流到这边 那流过来这边的电流是多少 你的Numinal的电压是2.1V 那这里1kΩ 所以这也会流过来2.1mA 那相对的就是 现在这三个RD电阻少留了2.1mA 那少了2.1mA 相对的它的电压就低一些嘛 那这ΔVO的改变就会是多少 -2.1mA再乘以3个RD 所以这样的话是多少 -20mV 以后我接上负载之后 因为它流过这里的电流变少 所以这里的压降就变少 那这部分就是看 这个电阻少留了2.1mA 所以相对的它的电压就比原来少了多少 -20mV -20mA -20mV 直流的成分拿掉 然后用小讯号的改变去看 直流的部分 其实它本来会是怎样 大概可以这样看 就是你会有一个好的电阻 那这边会有一个电压 然后再加上上面的RD 那这也是10伏 那这是直流成分 那现在我看交流的时候 就是这里有两伏的变化 就是这副一伏 那这时候交流 直流来讲的话 交流讯号是等于0 所以这就把它转入掉 那就看这一点的电压变化 这里有两伏的变化 那相对的它两伏就是在R跟3RD分压 所以它就会是2再乘以3RD加R分之3RD 所以这里有正负一伏 就是两伏的改变 那这里会有19mV 那对应到就是正负9.5mV 这样的一个改变 那你如果要算百分比 再增负这个电压变化 再除以它正常的电压2.1V 那就是对应到输出电压的百分比改变 那下面这里我再串一个电阻出来 那相对的就是本来的电流是全部流过这边 那现在我有一些电流流过来 对应到就是这些电阻少流了2.1mA的电流 所以少流了2.1mA相对的它的电压就比较小 那这样就变少了 所以它的变化量就可以直接用这电流少的部分再乘以它的电阻 那这样对应到就是它电压下降的量 就是刚才讲的这个2对应到其实是它是10正负1嘛 所以有两幅的改变 那R跟3RD 那这两幅的改变对应到这一点的电压嘛 是19mV 是不是 就这里电压有两幅 那在3RD跟R分压 不是乘以3RD加R分之3RD 所以是19mV 那当然是在这一点 那19mV对应到正负电压的变化 就是正负9.5 除以2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正负9.5V的一个 9.5mV这样的一个变化 OK 就是本来它平常是2.1V嘛 对不对 那我电压如果变成11V的时候 那它大概就是2.5V 2.1V再加上这个电阻的压降大概就是多少9.5V嘛 所以它的电压大概就会变成2.1095V 那相对的它如果变成9V的时候呢 那它的电压就会少掉 9.5mV嘛 所以就会变成2.0905mV 这就会变成10.114.1V 那就可以了解 这里是EKO5 这里是10V 对不对 那对应到的就是这里有三个RD的电阻 那其实这部分你如果只有的部分 这里还有一个VD0 三倍的VD0 那这一点的电压会是2.1V 这样了解吗 也就是依照刚才讲的这里如果是2.1V 那这里的电流是多少 7.9mA 对不对 那这里是三倍的RD 那看RD是3.2Ω 所以这里大概是9.6Ω 那这里留下来这里会有一点压降 不过这压降不到可以忽略掉 还是你就直接把它跟3VD0把它合起来 那这一点的电压现在是2.1V OK 那现在我看这一点的电压由10V变成11V的时候 那我现在用小炫耗的观念来看 就是我现在就是变成变化1V 那变化1V这个电压不会变化吗 对不对 就跟我们你们现在讲到小讯号分析了没有 小讯号分析的时候不是 我看小讯号的时候就把直流接地 就直流电压是短路 直流电流是开路 那这个概念就是 因为你直流电压它两端的电压不会变化 所以没有变化就等于0嘛 那直流的电流一样不会变化 那不会变化表示它没有多的流进来 也没有多的流出去 那讯号电流等于0 所以讯号电流等于0 它就等于开路 所以看小讯号分析的时候 就把这个这样转路掉 那现在就变成1V在1kΩ跟3rd去分压 这样了解吗 那1kΩ跟3rd去分压 那得到的就是怎样 9.5mV 就是这个是2的话是19 那1的话就变成9.5 那我加上电阻之后 一样用这样的概念来讲 就是我加上电阻 本来这里流下来的电流是多少 7.9mA 那我加上电阻之后 这里多流了2.1mA出来 那相对这个7.9mA变少流了 对不对 那少流了主要就是看这个电阻 因为这个电流少了 所以它的压降就变小 那将来算这个电压的变化量 所以在这里它电压的变化量 就会是3rd再乘以少流过的电子 少流过的电流了 所以这样它的电压的改变大概就是20mV 就是它会比原来的第20mV 现在了解意思吗 有没有问题 其实在这本课本后面讲到VJT跟MOSFET 其实小薰号的翻面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想的 那一个是把它线性化 那线性化就是像刚才我们讲你的 本来这个IV关系是一个指数关系 它不是线性的 但是我如果看这个电压附近 你可以把它近视成线性的来计算 那相对的你把它线性化之后 你就很容易计算 因为你如果是指数的 那你就不能用从别人的那些去算 那相对的你如果是线性调 线性化了 那线性化你就可以用从别人的那些去算 这样了解意思吗 好那再来我们看激纳二极体 好那激纳二极体就是它 一般它有一个VZK跟IZK 那也就是当你的电流大于IZK 你就可以实作它是在这样 分溃区工作 那它进入分溃区之后 在这里它这个电流其实会很陡 那很陡相对的就是讲 它的RZ其实是很小 你越陡的话 slope是RZ分之一嘛 那RZ对应到的也就是它的小讯号电阻 所以一样它可以用类似二极体那样的model 有一个VZ0再串一个RZ的电子 那顺片的时候 其实它会是在VD0再加上一个RD 那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只是VZ0的话会是你掺杂的不一样 就是你不同的分溃电压会有不同的一个VZ0 那RZ通常都是蛮小的 那这里是一些称数的建议 也就是IZK就是它的need current 你必须大于IZK你才可以把它弄作 那是公布在部分 也有你的电流一旦小于IZK 那这时候 它对应到的动态电阻就会很大 那相对的它稳压的效果就不好 那如果IZ大于IZK VZ大于VZ0 那你的VZ就可以写成多少 VZ0再加上RZIZ 那就是模拟它的端点特性 你要用一个 硬电压再加上一个 小炫耗电阻来模拟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用基纳二极体来当作 吻压器的一个 例子 那在这里我们假设 这个基纳二极体是6.8V 那6.8V那是指IZ等于5mA的时候 那VZ是等于6.8V 那假设RZ的电阻是20O5 IZK是0.2mA 也有相对的你的二极体至少要有0.2mA的电流流过去 才能确保它是工作在 分溃区 分溃区 那假设 那假设 电源电压是10V 再加减1V 好 那第一个 求V0 假设V正等于10V 然后RL等于无限大的时候 好 那在这里首先你就是要把这个基纳二极体 用这个模型来取代 好 那RZ给我们的这个是20O5 那你就要算VZ0等于多少 对不对 好 那这个算法就是第一个给我们的条件 假设IZ5mA的时候VZ的电压是6.8 6.8会是VZ0 加上IZ 那IZ是多少 5mA 然后RZ是20欧姆 所以6.8会是VZ0 再加上5乘以20 是100 那100mA是0.1 所以这样你可以得到VZ0是等于多少 6.7 这样了解吗 好 那你算出来VZ0等于6.7之后 这里是6.7 好 那第一个是这里10辅的时候 那你的电压是多少 好 那你的输出电压会是多少 好 好 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是10辅的时候 那现在流下来的电流会是多少 好 那你的电流I 就会是10-6.7 再除以0.5K 500欧姆 再加上20欧姆 那这样算出来就是电流 那你的电压呢 会是6.7再加上这个的压降 它是6.7再加上20乘以I 那这就是现在的输出电压 所以在这里你看它先把VZ0算出来6.7 对不对 那再来算电流 IZ会是V正 减掉VZ0除以R加V 这是RZ了 应该是它档次错误 所以出来是6.35mA 那你的VO就是6.7再加6.35乘以0.02 那因为这里是m,那这里用kΩ kΩ那这样整起来刚好是怎样 没有单位 所以这样算出来是6.83 这有没有问题 同学有时候你的这个scale要把它记清楚 你如果没有写的话相对的 你也要知道是多少 那这样的话 有时候scale比较容易会弄错 好,那再来看ΔVO 假设ΔV正有正负一幅的改变 那一样 当我这里有电压改变的时候 你会改变的就只有怎样 这两个电阻的分压 然后看小讯号的时候 这里就是变成ΔV 那把这个短路掉 那这个就变成ΔVO 然后ΔV在R跟Rz 分压出来的就是ΔVO 这样了解吗 就看变化量的时候 因为看变化量的时候 其实是怎样 其实它改变的只有电流的改变量 那电流的变化 你的VZ0不会变 所以不会变的 你就把它短路掉 电压不变嘛 那电压不变就是 只是一样嘛 可以短路嘛 那如果是电流不变 就是你不会有流进来 也不会流出去 那它就是开路 好 所以ΔV的部分 你的ΔVO 就会变成ΔV再乘以怎样 R加Rz分之Rz 就是那两个电阻区分压 所以这样得到是正负38.5mV 所以它的内容就是怎样 ΔVO除以ΔV正 那就是38.5mV per volt 好 那再来看C 那C的话是 Data VO resulting from connecting RL 假设RL等于1mA 也就是我如果加上负载 好 那这负载流出去1mA 那流出去1mA 你的电流的改变是多少 电压的改变 那这个观念跟刚才讲的一样 就是这里流下来的电流 假设是不变 那我现在多流了1mA出来 那相对的 这里就是少流了1mA 那就是看这个电压 因为少流1mA会有多少电压的下降 就是1再乘以这个Rz的电阻 所以Delta VO就等于Rz再乘以Delta Iz就20再乘以-1 所以是-20mV 所以它的Nine regulation就是Delta VO除以Delta IL 那IL是1mA 20mV 所以它就会是-20mV mA 那你可以看到Nine regulation 其实它的单位是电阻的单位 OmA 电压除以电流 V除以I V除以I就是R 好,那再来求Delta VO 假设RL等于2kΩ 那RL等于2kΩ 你就是看RL等于2kΩ的时候 那DeltaIz呢 你的输出电压假设变化不大 还是多少 6.8V 那6.8V 6.8V除以2k 所以相对的你少流的电流就是多少 -6.8V除以2k 所以相对的你少流的电流就是多少 就等于多少 -3.4mA 那你的Delta VO就等于多少 Rz再乘以DeltaIz等于20 在这里-3.4V 就等于多少 -68mV -3.4V 那这里流3.4V出来还OK啦 因为刚才我们一开始算的时候 Iz的电流是6.35mA 那流3.4mA出来 还有3.4mA 然后它的Iz K给我们是0.2mA Gina的电流至少要0.2mA以上 你如果超过0 至少于0.2mA 其实它就不能正常工作 好那再假设 就是 ΔV 当Rl等于0.5kΩ 那如果Rl等于0.5kΩ 我们用近视的方法去算 它要流13.6mA出来 那这也是不可能 因为我们刚才算它的片压电流只有6点多mA 那6点多mA不可能跑13.6mA出来 以后这时候的话你的二极体是怎样 它离开崩溃区了 以后二极体并不导通 它是空中在反边区了 所以你的输出电压就直接由R跟Rl分一样 所以等于5V 所以5V的确也比6.8V这样 来的低 所以这时候Gina二极体就不通了 那最后一体是要求 Gina在edge of breakdown的地方 就是它在崩溃的边缘的地方 你可以接的Rl多少 那我们知道IgK你至少要有0.2mA 那当它偏压0.2mA的时候 你的VgK大概是6.7V 所以你Rl的密码就是Vo6.7V 再除以全部流过电阻 就是那个限流电阻的电流是9-6.7 在这里你要找电压有变化的时候 你要找电压最小的时候 因为电压最小的时候 它能提供的电流位置最少 了解意思吗 因为刚才10V的话 它有正负1V的变化 就是你的电源电压可能高到11V 低到9V 那你要找最坏的情形 那最坏的情形就是你的电源电压只有9V的时候 那你输出电压是6.7V 那这时候流金0.5KΩ的电阻 它的电流会是9-6.7V再除以0.5V 然后扣掉二极体需要流的电流 就是流金Rl的电流 那流金Rl的电流除以输出电压就是电阻 那算出来就是大概是多少 1.5KΩ 也有你的电阻不能比1.5KΩ还要来的低 你如果比它低相对的 它就有怎样 不去稳压效果 以后你的二极体的电流就小于0.2mA 所以这时候它就没有稳压特性 OK 什么问题 OK 那现在要看我这个 稳压系统 可以接的最小的 最小的电阻是多少 因为你负载的电阻越小 它流出去的电流越大 那在这个系统里面 你要考虑电源电压最低的时候 这是输出能力最差的时候 那现在在这里有一个0.5KΩ的电阻 那这里有一个VG0 这里有一个RG 这里有一个RL 那当这里要维持工作 至少要有0.2mA的电流 这是ICK那里定力的 那如果是0.2mA的时候 这一点的电压大概是6.7V 比它高一点点 因为RG刚才是用多少 RG是20Ω 那如果20Ω 乘以0.2mA 其实就只有多少 4mV 所以真正的电压是6.704V 那这个04忽略掉 可以接受 所以这一点的电压就是6.7V 所以这个电压最低的时候可能可以到9V 所以当它等于9V的时候 这里等于6.7V 那这里留下来的电流就是这一项 对不对 这里9V 这里是6.7V 那9减掉6.7V 除以这个电阻 是不是这里留下来的电流 OK 所以这个是这个电流 那这个电流有0.2mA要留到这边来 所以这一项减掉0.2就是流到负载的电流 OK 那流到负载的电流除以这个电压 这电阻的压价就是6.7到0 所以电流 所以电压除以电流就是电阻 所以就是你的负载电阻 然后你的负载电阻最低就只能到1.5Kohm 这样弄清楚了没有 就你先算出 我最高可以提供多少电流出来 那这个电流除以你的输出电压 就是负载电阻 就是负载电阻 就电压在处理电流 就是电阻 OK 这9减掉6.7是多少 2.3嘛 那2.3除以0.5是4.6 那4.6再减掉0.2是4.4 所以这也是6.7再除以4.4 所以这样出来大概是1.5K 差不多 好 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的话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 谢谢